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即时新闻现场 我是何之宇 新闻开始赶快带您关心 南投仁岸乡某个国小 在今天上传统的渔猎课程的时候 传出了溺水的意外 有两名的五年级学生不慎的溺水 教师是很快的 拉回了一名南投 但是另外一名学生 则是溺水失踪了 南投县消防局派遣了分队赶往救援 搜寻了将近半个 小时救起了溺水的南投 但送医之后仍然回天乏术 校方说溺壁的南投 是当地赛德克族的原住民 家属得知噩耗 气不成声 而学校也说将会协助处理后事 也将暂停渔猎课程